請看837頁 今天從倒數第四行解釋這邊開始 我們現在這邊學習的是三摩西多地 這個三摩西多地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總標 它將整個三摩西多地的內涵呢 先標列出來 等於呢這些能夠引發功德的殘定 那非常多種類非常多 所以呢第一步先標列它的名稱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就是要安利 所謂的安利呢就是要安利 這些殘聖禪定它的內涵它的意義 那麼首先所安利的就是說呢 今天這個三摩西多地叫做等影地 那麼為什麼叫等影地呢 就是在第一個部分總標的內容當中 那些所列出的殘定 那麼總括來說呢都叫做等影地 那麼這些為什麼叫等影地呢 因為它不能算是玉界的心一淨性 要將玉界的心一淨性呢排除掉 這個心一淨性呢就是三摩地 可是呢三摩地的內涵非常廣 包含玉界也有心一淨性 但是呢要將這個部分先排除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等影地所含色的殘定呢 它都是要由無悔歡喜安樂所引發 可是呢玉界的心一淨性卻不是如此 因為呢它還差一大截 所以呢玉界的心一淨性呢不能算在內 但是呢玉界的心一淨性 難道呢它就那麼樣的下列嗎 也不是 因為呢玉界當中對於法也不完全說 都沒有審證觀察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是特別又說明 玉界呢它還是能夠審證觀察 可是呢比起這個等影地 所含色的這些殘勝的禪定呢 它畢竟呢還是不足的 它的程度呢還是有限的 那我們看這個解釋 為為此等明等影地等者 於前總標示差別中 之所以說即與未說 這個在前面總標的部分 前面總標嘛 因為我們這個總標 一開始它告訴我們 等影地呢有四種 就是呢禁慮、解脫、等詞、等字 分為這四個部分 那這四個部分呢都叫做什麼 就是這個等影地 等影地 那麼在前面總標當中 所列的這四種差別當中 那包含呢 以說 因為禁慮呢前面有列出嘛 就是四種禁慮嘛 那解脫呢就是法解脫 那什麼叫等詞呢 主要就是指三三摩地 還有呢 像有尋有事 無尋為事 無尋無事 或者說呢 小大無量 等等 那什麼是這個等字呢 包括五限見三摩波底 乃至呢滅禁定三摩波底 這些呢就是在前面 有列出它的名稱 這個就是以說 可是呢 等影地 難道就只限這邊嗎 不只 等影地 所含色的 這個蘇聖的禁定呢 也不只前面 所舉列的這些 還包含非常多 所以呢有許多 其實並沒有講出來 所以包括前面有說的 或者呢 包括其餘呢 並沒有列出名稱的 這樣子 那麼就是 指怎麼呢 就是指等影地 全部的範圍 其實呢是非常廣的 那麼 言為此等 依此見立 名等影地 因為前面呢 我們這個原文 原文呢 有講嘛 為此等 名等影地嘛 因為先提出一個問題 什麼叫案例呢 為為此等 名等影地 唯獨此等 唯獨這些 叫做等影地 所以呢 整個等影地的內涵呢 就是根據 為為此等 這些內容 來建立的 就是依止 此等 殊聖的禪定 來建立整個 叫做等影地 那麼什麼叫此等呢 為此等 殊聖的禪定 包括什麼 包括前面 在總標的四種差別當中 就是呢 禁慮 解脫 等詞 等字 那麼呢 包含有 舉列的 以及呢 包含 還有許多沒有舉列的 那麼這些呢 都是 此等 殊聖的禪定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今天呢 建構整個等影地呢 就是包含 前面有列的這些 聖定的名稱 還有呢 許多沒有列出來的 聖定 但是呢 因為內容太多了 範圍太廣了 所以呢 它不可能說 很詳細的 一個一個呢 就把它完全列出來 那麼等影即是 三摩西多 什麼叫等影呢 當然等影呢 是翻過來 中文呢 叫做等影 那麼它呢 在泛於呢 就是三摩西多 此意明善 心一盡性 以事無悔 歡喜 安樂 之所隱固 那麼今天呢 等影 它叫做三摩西多 或者呢 它也可以叫做什麼 心一盡性 可是這個心一盡性呢 前面再加一個善字 那就不一樣 因為我們上一次講過嘛 如果是單講心一盡性的話 它也能夠通於散亂的 散亂的範圍 好比說呢 欲界的心一盡性 欲界的心一盡性 它並沒有得到禪定 可是呢 它也能夠有心一盡性的境界 當然這樣的心一盡性呢 就不是指定地 那麼現在這個地方 所強調的 等影呢 它也是心一盡性 可是呢 是不一樣的 它是勝過那種通 勝過呢 這種散亂皆味的心一盡性 所以是不同的 它加一個善字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無悔歡喜安樂 之所引發 是這樣子 這個前面講過嘛 因為要成就禪定之前呢 如果以佛法來說 就是呢 它要有許多定的之良 那麼修定的之良呢 所要的就是要 戒律儀 要持守親近 因為當我們慈戒親近的時候呢 它就是一個定的之良 它能夠幫助我們呢 將來將禪定 引發出來 今天呢 慈戒親近 它沒有違反 所以心呢 是安樂的 心是安樂 它沒有憂悔 所以呢 心安歡喜 所以由這樣的心安歡喜呢 它才能夠引發出這個禪定 所以才說呢 它是無悔歡喜安樂之所引 這個後面呢 都會再解釋 欲戒亦有心一盡性 然非為善 事故不明三摩西多 今天呢 我們要了解 在欲戒呢 它也是有心一盡性 可是呢 它並不是唯獨善 它還有許多問題 在欲戒的這個範圍呢 它也能夠辦得到這個心一盡性 心專注於一盡 可是它這種狀況呢 跟在色戒 在無色戒 是不一樣的 在色戒無色戒呢 它說善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遠離欲的過患 所以呢 稱之為善 那今天呢 在欲戒呢 它還有欲的過患 所以縱使呢 它有心一盡性 所以呢 它還受到欲所雜染 因此呢 它並不唯獨是善的 它還是有過世的 所以呢 它就不能叫做三摩西多 它雖然稱之為三摩地 叫心一盡性 可是呢 它卻不能稱之為三摩西多 所以這樣看呢 三摩西多 它也能夠稱之為心一盡性 可是心一盡性呢 就不能稱為三摩西多 因為呢 內涵是不一樣的 由是當之等隱為地 心一盡性 通定善畏 所以呢 由以上這邊所解說的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呢 如果是等隱的話 它唯獨呢 是屬於定地 稱等隱地 它呢 就是指定地 它也是指呢 聖身的定 是呢 由五悔歡喜安樂 所引發的定 當然這樣的定呢 它也是心一盡性 因為遠離欲界欲的過患 所以呢 稱為善心一盡性 可是呢 如果單講心一盡性的話呢 就不是了 單講心一盡性的話 我們要了解 它也能夠通於定的結位 也能夠通於善的結位 散亂的結位 因為今天呢 欲界定 色界定 無色界定 都稱之為心一盡性嘛 所以呢 心一盡性 它是通於定的結位 就包含色界定 無色界定 如果呢 是在欲界的範圍內呢 它就是善位 就是呢 當一個欲界的眾生 他針對某一件事物呢 專注的時候 那當下 不散亂 也不分成 那也可以稱之為 心一盡性嘛 可是它並沒有得到禪定 它並不是說入了定地 那種心一盡性 不是 它還是在善亂的結位 只不過呢 它能夠專注於一盡 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 心一盡性的範圍 是比較廣 有包含定地 善亂的 這個界位 那麼抉擇分說 問 何因緣故 說諸禁律 民心一盡性 這個地方呢 它引後面的抉擇分 那麼又提出一個問題了 在抉擇分裡面呢 有講到 那麼當然 抉擇分呢 主要是要抉擇 這個本地分的法義 有一些呢 並沒有詳盡的部分呢 它在做一個深入的 那麼將它抉擇 它的道理 那麼在抉擇分呢 就有提出一個問題了 是什麼緣故 要將這一切的禁律 就包含呢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也稱之為心一盡性呢 那麼同樣的 在抉擇分呢 它就回答了 略有二種所緣境界 一 不定地 所緣境界 二 定地 所緣境界 我們要了解呢 這個境界呢 所攀緣的境界 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呢 就是不定地的所緣境界 也就是呢 在散亂 街位 當中 所攀緣的境界 這個都是不定地所緣境界 那麼第二類呢 就是定地的所緣境 也就是說呢 當我們成就禪定之後 然後呢 能夠入定 那入定當中 我們要了解 雖然心呢 它是沒有分別 專注於淨 然後呢 沒有分別 但是呢 這個時候呢 它還是要以一個淨 以一個境界呢 作為它心所緣率的對象 然後呢 相續在這個境界當中呢 就是 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並且呢 也沒有太多的分別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在定當中 它還是 離不開一個 所緣境界的 所以會分為這兩類 此中一境 所謂定地所緣境界 非第二境 那麼我們要了解 這個境律 為什麼叫做心一境性呢 它也是 心專注於一境 心攀緣於一個境界 那麼這當中的一境呢 是指什麼樣的境界呢 就是指定地的所緣境界 並不是呢 第二種境界 不是那種不定地的所緣境界 今天我們在 欲界 有心一境性 可是呢 在欲界的心一境性呢 它所謂的境界呢 還是屬於不定地的境界 還是這樣子 可是假如 能夠成就 能夠成就 社界 出殘 乃至試殘呢 這個叫做境律嘛 那麼這樣的境律呢 它的所緣境界呢 就是在定地當中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今天這個抉擇分呢 它就很明白地告訴我們 境律它也叫心一境性 但是這個一境呢 跟欲界的心一境性的一境 是不一樣的 因為境界呢 本身是有這兩類 那麼個別的境界呢 所造就的程度呢 是不一樣的 那麼細心與此一所緣境 事故說明心一境性 今天呢 如果將我們的心 綁在這樣的 一種所緣境 就是定地的所緣境界 那麼當然也可以稱之為 心一境性 也是可以這樣稱 稱它為心一境性 在欲界 散亂皆位當中 它也能夠將心 綁在一個境界 那麼也叫心一境性 可是呢 它並不是禪定的境界 它並不是在定位當中的 那麼到了色界禪定當中 就不一樣了 它也叫做心一境性 可是呢 它的心是綁在定地的所緣境界的 然後專注在這一境當中 所以呢 它當然也叫做心一境性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告訴我們 等隱地的範圍 那麼主要來說呢 主要來說呢 就是指超越 欲界心一境性的 聖定 殊聖的禪定 那麼這樣的聖定呢 它也是心一境性 可是跟欲界的心一境性 是不一樣的 特別它是 無悔歡喜安樂所引發的 那麼欲界的心一境性呢 沒有這樣的程度 所以呢 就不談欲界的部分了 欲界的心一境性 就不再談論它了 但是欲界的心一境性 雖然不談論它 但是呢我們要了解 欲界的心一境性 它對於法呢 還是能夠審正觀察的 就如果呢 我們能夠在 欲界心一境性的基礎上 然後呢 對於 比如說呢 無常苦空無我 來審正觀察的話 它還是能夠見到 還是能夠成就勝到 並不是說它就不行 可是畢竟呢 它並不屬於定地 所以呢 它還是跟 等隱地 所要表示的 這些殊勝禪定呢 還是有一段的距離 但是呢這個地方 就先讓我們了解這個問題 那麼之後呢 主要強調的 都是等隱地 就不再講欲界的心一境性了 那麼接著 覆次出淨律中說離身喜 由正住此斷除無法 那麼接著它就要解釋 首先呢它解釋呢就是淨律嘛 先解釋淨律 那麼解釋這個淨律呢 第一個就是 初淨律 初淨律 初淨律呢我們要了解 它叫什麼 它叫離身喜樂地 離身喜 它這邊比較簡略 離身喜 或者說離身喜樂 那麼本身 那麼本身 初淨律 它也是等隱地 所以再加上一個地 那就是呢 離身喜樂地 這個是捨戒 初禪 它的名稱 叫做初淨律 或者呢稱之為初禪 或者說呢 它就叫做離身喜樂地 那麼當我們正得 當我們呢安住在此 初淨律的離身喜樂當中呢 就能夠斷除五法 斷除五種問題 五種法 那五種呢 為欲所引喜 欲所引憂 不善所引喜 不善所引憂 不善所引捨 這五個呢 是欲戒有的問題 那麼今天呢 如果能夠正住 正就是得到的意思 得到初淨律的 得到的這個離身喜樂 或者說呢 安住在這個離身喜樂當中呢 它是能夠讓我們 破壞這五種欲戒 所有的這些問題 由於無法休息圓滿 為歡喜安樂 及三摩地 當我們得到離身喜樂地的時候呢 它首先呢 斷除的五法 就剛剛講的 包含這個欲所引喜 乃至呢 不善所引捨 這是指呢 斷除欲戒的煩惱 欲戒的問題 欲戒的過患 可是呢 得到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對五法呢 本身就是 休息圓滿 所成就的就是這五法 它有斷除嘛 有斷除呢 就有所成就 那麼成就什麼 成就這個 歡喜安樂 以及呢 三摩地 這個是所成就的 當然要成就這五法呢 它還是透過什麼 透過休息 而正得 而安住於此 所以當我們 得到出禁律的時候呢 其實也就是說 歡喜安樂 以及三摩地 這五法呢 它圓滿了 成就了 這樣子 所以呢 斷除這個欲戒的過患 然後呢 成就呢 涉戒出產的功德 這個呢 就是出禁律 它的相貌 那我們先看解釋 出禁律中 說离生喜等者 遠離煩惱欲因所生 種種惡不善法 是名為离 就是說呢 它遠離了 這個 以煩惱欲為因 所生起的 這種種的惡不善法 就是剛剛講的 斷除五法 這五法呢 都是以煩惱欲 這個欲呢 我們前面曾經講過 欲呢 分為兩種 一個是誓欲 一個是煩惱欲 所謂的誓欲呢 就是追求 這個色身相畏畜 這五種誓 當我們有欲 想要追求這些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本身叫誓欲 其次呢 煩惱就是最大的欲 因為有煩惱嘛 所以呢 煩惱本身就是欲 它會引導我們呢 去追逐 去追逐 包括呢 這個世間 所有的事物 所以問題的根源呢 在煩惱 那麼它這個地方 所指的煩惱欲呢 就是指欲界的貪 欲界的貪 因為在欲界呢 眾生就是追逐欲 那麼為什麼要追逐欲呢 因為它有欲貪 所以這個欲貪呢 本身就是煩惱欲 現在呢 因為遠離了 這個欲界的貪 以這個欲界 貪為因 它就會生起種種的惡不散法 那麼現在呢 遠離了欲貪了 所以呢 跟著它就會遠離 這些所引發的惡不散法 所以呢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離 這個叫做離 這個地方呢 就是要解釋 離生喜 為什麼叫做離呢 所謂的離 就是遠離 由欲界的欲貪 為因所生的惡不散法 當然跟這個基礎呢 還是要建立在 遠離這個欲貪 因為欲貪如果存在的話 這些惡不散法呢 它就會引發 欲貪遠離了 惡不散法呢 就遠離了 所以這是離的意義 所以這是離的意義 由此無間 一切出眾 已除淺故 即已獲得廣大 清安身心 調唱 有堪能故 有堪能故 名離身喜 那麼當我們遠離 欲界的欲貪 遠離了這些惡不散法 從此呢 就是在遠離欲貪之後 沒有間隔 這一切的出眾 就能夠將它除淺 能夠將它排除 排除掉 這個出眾呢 本身它是存在我們身心當中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個出眾 因為有欲 因為有欲貪 因為有這些惡不散法 所以呢 它就會讓我們的身心呢 出眾 所謂的出眾 就是沒有堪能 稱之為出眾 這個出眾它是一個概念 就是指呢 我們的身心呢 沒有堪能 能夠成就功德 能夠成就更廣大的散法 這個呢就是出眾 現在呢 因為遠離欲 遠離惡不散法 所以呢 那這些出眾呢 就能夠將它給破除了 其次呢 又因此得到廣大的清安 就是呢 這個清安樂 並且呢 這個清安樂呢 是讓我們身心能夠調倡的 就是呢 這個整個身心呢 它是協調的 它是安樂的 這個叫調倡 這本身呢 身心是協調的 本身呢 身心呢 就是非常的舒適 非常的安樂 那因為身心 調倡的關係 就讓我們呢 有堪能 有堪能能夠做更多的事 有堪能呢 能夠來承受呢 更多的散法 來承受呢 更大的功德 所以呢 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離身喜 遠離欲 遠離惡不散法 而生喜的 這些廣大的身心 清安樂 這個就是離身喜樂 那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 如果呢 有欲 有惡不散法的話 那身心呢 就出眾 出眾的時候呢 當然這個 清安樂呢 就無法生喜 那麼一旦出眾 出淺的時候呢 它是相對的 出眾出淺的話呢 清安樂就生喜了 那麼清安樂呢 本身它讓我們的身心調倡 能夠呢 有能力 來容受呢 更多的散法 所以一般呢 這個欲界的眾生呢 就是 因為受到欲 所影響 那本身呢 就是出眾 出眾呢 它的能力呢 就局限住了 想要得到功德 想要呢 栽培更多的散法 但是呢 就做不來 是沒有能力的 這個身心呢 它就是有局限 那現在呢 沒有了 將這個問題呢 排除了 所以呢 就是離生喜 此從欲界 最初上禁 於一所緣 細念即禁 正審思慮 明出禁慮 剛剛解釋的呢 是離生喜的意義 那麼為什麼叫出禁慮呢 就是說這個部分 這個階段呢 它是從遠離欲界開始 當然以三界來說呢 欲界呢 是最下沉的 所以遠離欲界呢 就是往上 往上深淨 那麼當我們往上深淨的時候呢 最初所得到的 最初所得到的 得到什麼呢 就是在一個所緣境界當中呢 細念即禁 細念即禁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 禁 細念即禁 這個就是禁的概念 其實呢 也可以說就是定 或者說呢 就是止觀的止 我們在一個所緣境界當中呢 然後細念 將我們的心 將我們的心呢 細伏在一個所緣境界 這個細呢 就是綁住嘛 綁住這個念 所謂的念呢 就是我們的第六意識 我們的分別心 將我們的分別心呢 綁住 那麼綁住呢 怎麼綁 就是呢 靠在一個所緣境界當中 那麼專注 不斷的去攀緣它 不斷的去念它 那麼以此呢 來細伏這個念 當我們細伏這個念的時候呢 使令這個心 達到即禁 那麼這個就是禁的意思 所謂的禁呢 就是將我們的心 那麼細伏在一個所緣境界 那這個時候呢 心是清楚的 它是明了的 一般我們說 心極淨 心極淨的時候呢 有可能是昏沉 或者散亂 有可能是昏沉 或者說呢 就是睡覺了 當我們睡覺也好 昏沉也好 心呢 當然它是極淨嘛 可是心就不明了了 一個人在睡覺 心呢 當然它是沒有活動 沒有活動呢 它也叫做極淨 可是呢 心是不明了的 它已經將所緣境界呢 迷失掉了 將這個境界都丟掉了 都沒有了 那相對來說 如果沒有睡著的話 它醒著 可能就是散亂嘛 心的所緣境界呢 不斷的轉換 所以呢 就造就這個散亂的問題 所以呢 不是散亂就是昏沉 不是散亂就是昏沉 當然昏沉的時候呢 就極淨嘛 但是呢 心卻不明了 今天呢 我們從玉界 最初往上深淨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它對於一個境界 它是極淨的 它將念 將這個念呢 繫浮在一個境界當中 但是呢 是清楚明了的 可是呢 心卻又不動亂 所以呢 是極淨的 這個也就是 就是指 這個定 或者說呢 就是指 其次呢 它又能夠正審思慮 這個正審思慮就是說 它心 心呢 又清清楚楚 清楚 然後呢 去思慮 這個所緣境界 能夠詳細 然後呢 能夠清楚 沒有錯誤的 去審慮 審慮這個境界 這樣子 當然如果這麼說呢 比如說剛剛極淨 極淨呢 極淨呢 它本身心是沒有動的 這個稱之為極淨嘛 但是呢 心雖然沒有動 但是呢 又清楚 就是正審思慮 本身心 本身心 又是清清楚楚的 它對於這個境界呢 是明了的 所以呢 叫做正審思慮 當我們入了定之後呢 定 它還是要一個所緣境界 那麼 當這個 定地當中的分別心 在圓律這個所緣境界的時候呢 它兩個相貌呢 就是不分成 不散亂 不分成 也不散亂 當然 不散亂的話呢 就是極淨 可是呢 它也不分成 不分成的話 就表示它對所緣境界呢 還是明了 還是清楚的 所以 細念極淨 可以說呢 就是 不散亂 那麼正審思慮呢 可以說呢 就是不分成 這樣子 或者說呢 細念極淨呢 就是說 它的心 專注在境界上 然後呢 不分成 也不散亂 所以呢 是安靜的 那麼正審思慮呢 就是說 今天 在這樣的基礎上 它能夠 修官 修官 這樣子 所以有子呢 也有官 它是有這個堪能 有堪能呢 在這個所緣境界上呢 然後呢 又進一步的 去審慮 去審慮 這個審慮呢 這個慮就是思慮嘛 這邊講的思慮 其實思慮其實呢 就是分別 但是呢 是詳細的去分別 比如說呢 針對這個境界 然後呢 它去分別 去觀察 觀察呢 它是 無常 苦空無我的 那麼其實呢 如果佛弟子呢 能夠正審觀察的話呢 是能夠斷煩惱 能夠成就聖道的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叫初淨律 初淨律 所謂的淨律呢 就是信念 激淨 正審思慮的意思 那麼因為它是最初的境界 超越欲界往上深淨的時候呢 它首先得到的 這個部分 首先所成就的 這種淨律 就叫做初淨律 於此淨律 聚足安住 世民正住 那麼當我們對於這個初淨律 能夠聚足安住的話 這個叫什麼 正住 正就是得到的意思 那住呢 就是安住嘛 得到初淨律了 最初得到 這個叫正 那麼得到之後呢 能夠相訊的安住 這個就是住 極有此故斷除無法 今天我們假如能夠成就 這個初淨律的話 能夠正住初淨律的話 它就能夠讓我們斷除欲界的 這五法 欲界的煩惱 欲界的這些惡不善法 那麼主要呢 就包含在這五法當中 所以這是 簡單告訴我們 初淨律 它的內涵 就是斷除這五法 然後呢 成就另外五法 斷除欲界的五法 然後呢 成就這個初淨律的五法 那麼下面呢 就詳細的 再解釋這個初淨律的部分了 那麼首先 先了解 所謂斷除五法 那麼這五法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 這個欲所引襲者 欲所引襲者 欲廟五欲若初得時 若以正德正受用時 或見或聞或成領受 由此諸緣意念歡喜 這個欲所引襲 就是呢 由這個五欲所引發的歡喜 這個叫欲所引襲 這個部分呢 解釋就比較清楚了 他告訴我們 就是當我們在 這個美妙的五欲 就是色身香味醋 在色身香味醋 最初得道的時候 初得 本來沒有得道嘛 還在追求 那麼追求之後 最初得道了 或者呢 得道之後 正在受用 這個正德 正就是得 也就是說呢 追求之後得道了 得道之後呢 進一步 正在受用了 那麼 或者呢 見 或者聞 或者呢 曾經領受 當我們得到這個 妙五欲的時候呢 那麼包括什麼 包括 見 包括文 包括 領受 這個就是指 待會會會解釋 這個見 文 領受 就是說呢 我們在受用這個 妙五欲的時候 就是這三個部分 就是這三個部分 那麼不管是 最初得道 或者說呢 正在受用 或者說 已經受用 受用了 好比說這個妙五欲 受用之後 那麼這個五欲呢 已經跟我們分開了 分開之後呢 就變成什麼 它這個地方 成領受嘛 成領受 成領受就是指 過去 曾經所領受的 但是呢 現在已經 不再受用了 所以 由此諸緣 不管是 最初得道 它也會讓我們怎麼樣 意念歡喜 或者說 得道之後 正在受用 那麼它呢 也會讓我們 意念歡喜 或者說呢 曾經呢 受用了 現在已經 不再受用了 它是屬於 過去的境界了 過去的妙五欲了 已經受用完畢了 可是呢 它還是會讓我們 意念歡喜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今天呢 在 妙五欲 得道 正受用的時候呢 當下就是歡喜 那假如呢 是 曾經領受的話呢 可能我們就會回想它 回想它之後呢 我們就用我們的心 去意念 意念 這個過去曾經呢 所受用的妙五欲 那其實呢 那時候還是會發起歡喜心 所以以上呢 這個就是由欲所引發的歡喜 我們看解釋 或見或聞或曾領受者 於色言見 於身言聞 這個見呢 就是針對色法來說 這個色身香味醋 色 外在的色成鏡 就我們用眼根 去攀遠的時候呢 這個叫見 眼根眼視 去攀遠色成鏡 這個叫見 那麼對於陰聲呢 就叫做聞 我們的耳根耳視 去接觸陰聲 這樣的動作呢 稱之為聞 相味醋三 至根方去 可是呢 相味醋 這三個境界 它要跟我們的根接觸之後 才能夠取得這個境界的相貌 比如說呢 這個色成鏡 色成鏡呢 它跟我們的眼根呢 眼視是有一個距離的 它並不是說 跑到我們的眼根 跟我們的眼根接觸 我們才看得見 不是 這個境界呢 跟我們的眼根呢 有一個距離 那麼聲音呢 它聲音出現的一個來源 跟我們的耳根耳視呢 也同樣的 有一個距離 所以它並不一定呢 要真的 去接觸這個境界 才能夠取得 可是相味醋呢 就不一樣 比如說 手碰到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醋 要碰到了 它才跟我們這個 生根接觸 那麼香呢 就是那個氣味呢 要到鼻根 鼻根 那麼胃呢 一樣要到舌根 要接觸了 所以這三個部分呢 是到根的時候 才能夠取得這個境界的相貌 所以呢 總顏領獸 這個領獸就是針對香味醋 這三個來說的 所以呢 針對 射程禁 來講 叫做見 針對 聲音 叫做聞 那針對呢 香味醋 這三個 就叫做 領獸 所以呢 射身香味醋 就是妙無欲 今天我們呢 不管 見聞 領獸 是最初得到的 或者呢 得到之後受用 或者呢 受用之後呢 他已經呢 不再受用了 那麼可能 事後 去回想 去回憶他 但是呢 這些 都會引發我們的歡喜 這個叫做 欲所引喜 這是第一個 是屬於欲界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呢 這樣的歡喜呢 我們要了解 它是由欲所引發的 這種欲 這種歡喜 它雖然是一個快樂的事情 是一個歡喜的事情 可是呢 因為它是由欲所引發的 裡面呢 就會有問題 或者說呢 它背後就會有問題 因為 畢竟它是妙無欲嘛 所以 在受用的時候 它可能呢 就會有問題 因為妙無欲 它本身呢 就是雜染 本身呢 就是有過患 所以呢 由此引發的喜呢 它也會有過患 或者說呢 它本身是不親近的 它的來源呢 不親近的 來源是非法的 那可能呢 在受用的當下呢 這種歡喜呢 它就會有罪 所以呢 這個叫欲所引喜 第二個呢 欲所引憂者 余妙無欲 若求不遂 若以受用 更不復得 或得以便失 由此諸緣多生憂鬧 這個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由欲所引發的憂 這個憂愁 一樣 當我們對於妙無欲 在追求的時候 可是呢 不遂 就是呢 得不到 得不到這個妙無欲 想要追求 可是呢 沒有得到 或者呢 已受用了之後 它就不復得了 有這樣的五欲呢 我得到了 受用了 可是呢 從此之後呢 它不復得 就是呢 不再讓我們得到了 那也等於呢 就是受用 這一次而已 當然有的 禁見呢 有的妙無欲呢 就是不斷的追求 不斷的得到 不斷的受用 但是這一類呢 它是說 得到之後 受用之後呢 就不復得了 或得以便失 或者得到了 妙無欲 但是呢 它 隨之呢 就失去了 都還沒受用 就失去了 所以 由此諸緣 多生憂鬧 追求不到 它也痛苦 它也憂愁 受用之後呢 就沒有了 就不能夠再受用了 所以呢 它也痛苦 或者呢 得到之後呢 還沒有受用 就沒有了 就失去了 就好像呢 得到錢之後呢 錢就被偷走了 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也是痛苦嘛 所以這個呢 就是 欲所引發的憂 當然憂呢 本身 就不好嘛 剛剛講歡喜 歡喜對我們眾生來說呢 它雖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呢 它是由欲所引發的歡喜 所以雖然 表面上看是好事情 背後呢 是有問題的 那麼這個欲所引憂呢 憂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 它本身給我們的就是過患 就是苦惱 特別它也是由欲所引發的 所以這些呢 所以這些呢 都是有問題的 那麼第三個呢 這是第三個過患 就是不善所引發的喜 它也是歡喜 也是喜樂 可是呢 它卻是不善法 所引發的 它舉例 就好比呢 有一個眾生 它這個時候呢 行殺業 乃至呢 邪見 就是十二業 十二業 就不管哪一種 或者說是殺生 或者是偷盗 或者說呢 邪淫 乃至最後的邪見 但是當它在行這個 食不善業的時候呢 它是用歡喜心去造作的 所以呢 說與喜樂聚 這樣子 那我們看解釋 與喜樂聚而行殺業等著 行殺業等誰欲成半 故喜樂聚 它這邊講呢 就是說行殺業 乃至呢 行這個邪見 結果呢 誰欲成半 就是呢 有誰順他的心 他想要這麼做 而且呢 成半了 做成了 想要去殺他一個眾生 然後呢 達成目標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叫做什麼 與喜樂聚 或者說 用歡喜心 行殺業 當然本身呢 他會想要做這件事呢 他也是一種歡喜心嘛 可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強調的部分 就是說 誰欲成半 當他做完了這件事 就內心呢 就感到歡喜 所以這個叫 與喜樂聚 而行這個不善業 就是他做完之後 就歡喜 那為什麼會歡喜 就表示呢 他這件事呢 已經 隨順他的 願了 他想要做這件事 然後呢 做成了 做成之後呢 當然心情就快樂 所以這個就是 不善法 所引發的喜 當然這樣的喜呢 雖然是快樂歡喜 還是有問題的 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